賀瓏 歡迎收看賀瓏夜夜秀 我們再次感謝冷靜寶貝樂團 歡迎收看賀瓏 這週新聞很多動物耶 有猴子 貓咪 可達鴨 販毒狗 大選剩一個月了 選舉進入白熱化 抱歉 白是最不熱的 民調落後的柯文哲 這週決定更換了副手 我是柯文哲 這一個也是 大家好 我幫他實現而已 我幫他實現而已 還沒開始喔 還沒開始 換開自己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也是個想法喔 兩個柯P 整人嗎 這是一個整人的活動嗎 好了啦 做做效果齁 他找自己當副手 然後自己都不接自己的話 只會在那邊 柯柯笑 真的做累了 副的還可以上來輪替 這就叫做柯友倫 如果兩個柯文哲還不夠的話 這邊還有很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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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的 柯文哲表示自己被傳統媒體封殺 因此推出了KPTV 每天直播八小時 哎唷 柯P夜夜秀喔 他們的新聞亂報變成財產亂報 他們的酸民百萬富翁沒有酸民 但是有億萬富翁 薩小舞台給高鴻安 超論文 男友肝症 助理貪污 真的傻小 柯文哲的A可以做 A男女平權 解法式 柯文哲閉嘴 而且柯文哲是醫生 又跟黃國昌很有情趣 所以業配就塞 DOTR情趣 Yeah 新選上百種品牌正版公司貨 不像民眾黨都是他黨回收貨喔 想買情趣玩具 就找DOTR情趣 第一天的KPTV上線 柯文哲就對賴清德火力全開 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白地宣布 不支持台獨的狀態下 請問你這位台獨今孫 如何繼續務實地推動台獨 欸你不要台獨今孫變台獨歸孫啊 這個 哇 台獨歸孫 柯P一定有看夜夜秀齁 柯文哲主打空戰 侯友宜主打陸戰 韓國瑜這週在教室晚會 大力稱讚侯友宜 他五官開了 各位看看我們侯友宜師長 現在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 對不對 在講什麼話 那侯友宜嘴巴是什麼 趙少康嗎 不過侯友宜在記者會 他的好笑程度 不輸韓國瑜欸 所以 我很清楚我的路線吧 我們是親中和美 對不起 親美 對不起我講錯 侯友宜真的是老實人欸 難怪韓國瑜不快講他的嘴巴 但還是要提醒侯友宜 親中 要道歉喔 喔 除了兩岸路線 記者更關心別的議題 大家都很好奇喔 髮型設計師會發現 誰誰都設計 喔 我的髮型設計師喔 我啊 這個髮型很好 很好用欸 以前歹徒要抓我的頭髮也找不到 誰好奇啊 這個髮型 也可以形容他最新的證件 空投資票 重點是我們發現這個記者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今天讓孫長長這個模樣 但你能夠接受 這樣的演講嗎 對頭髮太執著了吧 別其他記者是跑社會線 娛樂線 他專跑髮線 上一集完全沒有賴清德的版面 我們幫大家審理了 賴清德在幹嘛 讓台北市巴西立委全賽 打一支全美黨 說一支全美黨 說一支全美黨 打一支全美黨 再打一支全美黨 3 2 1 揮棒 一到選舉就喊全美黨 那為什麼 掃黑、吹哨者、司法改革 都揮棒落空啊 但是老家違建 就保送欸 啊算了啦 但民進黨的確很會在床上全美黨 接下來是幾則連續的短新聞 大巨蛋才剛啟用 在本週亞錦賽 就被發現屋頂漏水 哇靠 國際賽還放水喔 中立間加熱服 有客人用沙蟲劑噴打火機 導致大火變成加熱服 五月天中國演唱會 被酸民質疑對嘴假唱 這已經不是阿信第一次被說假了 台灣最素男楊俊翰 受邀揭曉寫下2023年度代表字缺 看得出來他最缺的是書法練習 韓國瑜在造勢晚會說 沒有女朋友那叫寂寞 沒有選票那叫落寞 那沒有原創的叫老高於小末 中國爆發梅將軍 被稱為會走路的肺炎 這同時也是侯友宜的外號 眼神動物攝影大獎冠軍出爐 主題是彈空氣吉他的袋鼠 其實很像台灣的政治人物 只會空彈 《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票選 泰勒斯票數第一 打敗了習近平 這是習近平史上第一次選輸 最後TOYS在電競大上擔任神秘頒獎嘉賓 被統神衝上台大罵 現場一度尷尬 還好事後電競協會副理事長上台原廠 剛剛發生的狀況呢 電競是一個很多元化的一個 運動也是一個娛樂啦 那各式各樣的狀況都會發生 無論是氣賽罷賽甚至吵架 超粉也是常見到的 我好後悔沒打電競喔 原來電競協會的進是進去粉絲的進 對了Alby 那你是我的粉絲嗎 現在不是而已 但我是你的粉絲喔 我操 怎麼了 其實Along 我是你的大粉絲喔 喔不用了不用了 因為我有大得情緒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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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馬上回來 拜託 paz 朋友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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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